一虎送亲 上级 小朋友 今天陆平爷爷给你讲个一虎送亲的故事 有人可能问了 一虎是什么呀 虎啊 就是老虎 一虎呢 就是有情有义的老虎 话说唐朝的时候 福建省的福州乡下 有一个名叫秦自立的年轻人 他是家里头的独生子 小时候就与住在同一个县的女孩林朝英定了亲 秦自立喜欢武枪弄棒 到了十二岁之后就不肯读书了 爹娘因为溺爱他 也就随他去了 到了十六岁 秦自立已经长得十分高大 射箭技术高超是百发百中 而且非常喜欢打猎 有一天呢 秦自立上山射死了三只老虎 忽然看见一个穿黄衣服的老人 拿着拐杖向他走过来 老人说 你勇气过人 为什么一定要射杀老虎呢 他要不害人 你就不应该随意杀他 如果你老杀老虎 难免被老虎咬伤 将来恐怕会遭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啊 秦自立一听 恍然大悟 立刻就把剑给撅折了 并且发誓说再也不杀老虎了 过了不久 秦自立又去山上打猎 走到一个名叫大树坡的地方 看到一只黄色斑纹的老虎 被困在陷阱里头 老虎看到有人经过 就低着头把前脚跪在地上 做出求救的样子 秦自立说 我已经发誓不傻老虎了 现在你自己掉进陷阱里 不干我的事啊 老虎看着他 好像是哀求一样呜呜地叫着 秦自立看到老虎可怜的样子 于心不忍 就对老虎说 我把你放了 今后你可别害人呐 老虎点点头 一下子就跑走了 秦自立想到设陷阱的人 因为自己放走了老虎 而失去了猎物 因此呢 就把自己打到的猎物 放到陷阱里作为补偿 然后自己空手而回 过了几年 安南发生叛乱 朝廷正在募兵 秦自立看到自己的几位朋友都去参军了 于是他也瞒着爹娘去报名 太守看到秦自立是一身本事 武艺出众 十分的高兴 就让他当队长 军队很快就出征上路了 三天之后 秦自立写信 托人带回家 让爹娘知道 他从军去了 当秦自立的爹娘 知道他去从军的消息后 都担心 他是凶多吉少 伤心的泪流满面 光阴四溅 一下子三年过去了 秦自立音信全无 从小就与他订婚的林朝英 仍然坚定的等着秦自立回来 但是林朝英的父亲 怕耽误女儿的婚事 就来到秦家商议 秦老爹拜托林家 再耐心等待三年 如果经过六年 儿子还不回来 林家就可以将女儿 另外许配给别人 岁月如梭 很快又过了三年 秦自立还是没有回来 而且啊 有人还从安南 带回来秦自立的死讯 说他打仗的时候站死了 林朝英听了 悲愤不已 躲进自己的房间 不敢哭出声音 林老爹夫妻 怕耽误女儿的终身大事 于是想帮女儿 另找婆家 可是林朝英不愿意 林老爹夫妻 只好秘密商定他的婚事 在林朝英的小舅家 接受聘礼 到了迎娶那天 小舅以自己儿子完婚 姐姐一定要去接亲 作为借口 派了两顶轿子 接林朝英母女两人 轿子走了一会儿 来取亲的人已经等在路上了 林朝英坐着轿子一到跟前 就开始锣鼓喧天的进行取亲仪式 林朝英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伤心的哭了起来 就在这时忽然下起一阵大雨 又突然刮起一阵狂风 一只黄斑大老虎 从空中跳了下来 要知这林朝英到底怎么样了 咱们下次接着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